中国古圣先写古老智慧的易经 曾被误解为一本算命的书 那么易经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 为什么说易经是一部宝典 我们又如何才能够读懂易经呢 让我们带着所有的疑问 跟随台湾师范大学曾世强教授 一起来探索易经的奥运 第一集 何谓易经 这是一部既古老又新奇 既陌生又熟悉 既高深莫测又简单容易的书 它就是神秘的易经 也称周易 那么易经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书呢 我们又如何才能够读懂易经 而懂得了易经的奥运 对于我们的人生会有什么意义呢 让我们带着所有的疑问 跟随台湾师范大学曾世强教授 一起来探索易经的奥秘 第一集 何谓易经 要了解易经 首先从今天的题目开始 什么叫易经 易经是什么 所有文献都这么记载的 就是易是群君之首 事实上这句话太客气了 应该是易是群君之首 为什么说易经是群君之首呢 因为不管是五经或者六经 都会把易经摆在最前面 所以叫做群君之首 实际上它是群君之首 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从这里发源出来 它是中华文化的总源头 它是诸子百家的开始 所以叫做群君之首 所以这本书非常值得我们一起来探讨 易经是什么 这种答案大概只有中国人听得懂 外国人是不太喜欢这样的答案 怎么说都对 但是怎么说都只对一部分 不可能全对 因为易经太大 一个很大的像北京城这样的都市 你从哪条路进来 都市进了北京城 可是进来以后还是摸不着头脑 每一个人只讲对一部分 很难把它讲得很全 所以为什么老见仁见智各有不同的偏执 就是因为每一个人 就是因为每一个人 他只看到一个角度 所以要研究易经 一定要比较宽管的包容性 要彼此尊重 易经是怎么完成的 我们按照一般的说法 我们按照一般的说法 两句话 叫做人跟三四 四立三骨 人有三位圣人 其中一个是夫妻 然后把周恩王跟周公 他们父子一家人就算一个 就很合理 然后孔子 夫妻在什么时候 在上古 周恩王在中古 而孔子在进古 或者叫做下古 都是一样 他所经历的时间非常长 所经历的圣人也很多 所以应该说起来 易经是属于集体创作的 我想我们中国人 差不多所有东西 都是集体创作的 很少说是一个人 把它整个完成的 易经 它是广大经为 无所不包 有两句话 大家非常熟悉 其大无外 其小无泪 大到没有外面 够大了吧 小到没有里面 够小了吧 我们今天很喜欢讲系统 世界上最大的系统 就是易经 那这样的一本书 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我说出来 有些人会不相信 有些人会吓一跳 但是我相信 各位把整个系列听完以后 你会缓然大悟 易经是解开宇宙人生 密码的一部宝典 会不会觉得很夸张 你说现在那么多的科学家 兼兼业业 就是为了想解开宇宙的密码 他们都还不敢说 怎么这么一本 那么古老的书 他会做到这样了不起的事情 所以大家心里头就会想 那解开了没有呢 如果没有解开 那不是空谈 你讲到那天 没有效果 那有什么用 我们大胆地向各位说明 解开了 孔子 解开了以后 到现在 两千五百多年 只不过我们都是小用 从来没有大用过 你看社会上流行的都是小用 所以孔子很感慨 但是孔子的感慨 我们听不懂 他说 人能红道 非道红人 孔子说 宇宙的密码已经解开了 但是要靠人来把它发扬光大 而不是等待那个密码来把你解开 人能逢道 是人要去把这个密码 好好的来应用 非道红人 你不能在这躺着等他 说看他给你一些帮忙 那是不对的 我们凭什么说 到孔子的时候 就已经解开了宇宙的密码了 自古以来 人类一直在使用各种方法去探索宇宙的奥秘 但是直到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 宇宙对于人类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那么 我们的老祖宗在几千年之前 怎么能够得到破解宇宙的密码呢 因为我们得到了三把钥匙 第一把钥匙 叫做夫须八卦 家家夫妇几乎都看过八卦图 也都挂过 只是搞不清楚那是做什么的 那就是一把 把宇宙的密码打开的一个金钥匙 我们拿在手上拿多久 拿了七千年 但是没有误到 总以为那是很好玩的 可以辟邪 连外国人都跟了我们糊里糊涂的 外国人现在也挂八卦图 但你问他为什么 然后他说你们中国人玩的 我怎么知道 夫须的八卦 告诉我们一个宇宙最基本的秘密 叫做阴阳 你看科学家已经感觉到这个物体 一定有最小的构成的基本元素 讲了很多很多 就始终讲不出阴阳这两个字来 我们一天到晚就要讲阴阳阴阳 可是我们反而不知道说 这就是宇宙万事万物 最基本的构成的元素 第二把钥区是文王六十四卦 他告诉我们 宇宙只有六十四个密码 大家一定觉得 那为什么六十四呢 你不可以六十三吗 不可以八十二吗 谁说的 易经讲数讲得非常多 但是现在人用数学的观念 来看易经的数 那差太多了 差太多了 数是有生命的 数是活的不是死的 同样 数字会说话 没有错 但他对西方人说是说 一是一二是二 对赵英文他不会这样说 我现在讲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大家经常听到 只是没有在意 这一件事情 不过是一而二二而一而一 什么叫一而二二二而一 我们等到讲 易数的时候 我们会把它说清楚 六十四卦 就是宇宙的六十四个密码 它是用数字来代表的 你会发现 现在所有保险线都是用数字吗 凡是密码的一定离不开数字 但是现在我们所用的保险线 它的数字是死的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但是宇宙的数字 它是变化的 它是活的 第三把 是孔子给我们做十一 孔子删 书 诗 他把书经 把诗经 删了一大部分 他会删 他制定 他修了一本 他修了一本很难的书 叫春秋 但是他看到 他很恭敬的赞美 他就对这本书是用赞 他没有赞 他读完以后肃然取经 赞 周一 所以他就替周一装上了十只的翅膀 我们把它叫做十一 我们把它叫做十一 他希望周一能够飞起来 可惜到现在 他的理想还没有完成 周一飞起来以后是什么样子 就是世界大同 我们现在是用西方的路子 要走上地球村 这也没有关系 因为工程不必在我 你只要能够完成人类和谐 大家和平发展 用什么方法 其实我们都不反对的 所以下面的路子 要靠我们自己来走 我们有这么好的把杖 可是我们自己睡着了 我们醒不过来 现在是时候了 可以说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易经 是三位古圣先贤 共同创造出来的 福西创造了八卦图 周文王创造了六十四卦 后来被称为易经 而孔子为易经做了十一 也称易传 那么易经的首创人 福西是谁 他又为什么要创造八卦呢 我先请问各位 福西是谁 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我们可以用一句现代的话 来描述福西 他是一位 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人 就叫福西 好像外国人不太了解我们 都说中国人拜偶像 中国人自古以来 从不拜偶像 我们只是对这些 生前很热心 真正提供人民最好服务的人 死了以后 感谢他 纪念他 如此而已 你看我们所拜的 哪一个不是生前为人民服务的人 我想我讲这句话是有道理 就是说为人民服务是古今中外 不可以改变的定律 但是你又真的有假的 有做得好 有做得不好的 真的做得好的 我们死后不能一臂勾销 要永远记住他 这是中国人的永生之道 不用透过宗教的 全世界人都在追求永生 因为人不能说我活着这几十年 我就走了 不甘心 我一定要想办法永生 西方人找不到任何的求见 最后只有寄望宗教 叫做信我者得永生 中国人不必要 中国人是因为你活在大家的心中 你就永远不会死 你看孔子永远没有死过 他活在我们心中 傅希永远没有死过 他活在我们心中 傅希怎么会活在我们心中呢 因为他替当时的人民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各位回想看看 当初我们还没有进入农业社会 在农业社会以前 我们靠什么过日子 靠打鱼 靠狩猎 一个人要出去打鱼 要出去狩猎 他最怕的是什么 半路上碰到天气很激烈的变化 我哪里去逃 可能连命都没有了 所以很多人就去问傅希 说明天我要出去 天气怎么样 傅希是全人类 全世界开设第一座气象报告台的台长 这样就对了 说明天出大大阳 你去好了 明天你要往南走 有雷 你小心 你往西北走 大雨 刚开始大家是将陷将雨 可是后来都觉得很对 越来问的人越多 他搞得没有时间应付 怎么办 所以他就说 从明天开始 我在这棵树上 我就挂了这么一个图像 你就知道明天天气是什么 傅希是跟老百姓讲 这是什么 这是212 这就叫212 212就是人类有史 那时候还没有历史 就是我们所知道的 第一个密码 就叫212 212是什么 就是夏云 老实讲 它是什么道理 它是代表什么 都是后面人去把它说明 傅希是得到了人民很大的信赖 他也逐渐地把它的去向预报扩大 就变成了一直到今天 我们都很熟悉的八卦 傅希他根据人民的需要 慢慢地推出不同的卦象 他没有一开始告诉他 这是什么 那是什么 没有 因为老百姓 你跟他讲太多了 基本上是没有用的 所以他只告诉他 你们记过几个数字就好了 121是干什么的 122是干什么的 212又是干什么的 221代表什么 跟今天打电脑完全一样 叫做数位化时代 老早已经开始了 文不过是承接他的路线走下来而已 你看打电脑也是用数字这样拼命打 对方就知道你在讲什么 字是根据这个图像来的 这个我一点不反对 所以叫做象形 本来是一个下雨的符号 一倒过来就变水 那个字就是水 后来我们从复兮的八卦 我们慢慢地造出很多字来 这是事实 但是复兮的用意 是要告诉我们整个宇宙的状况 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适应 怎么样去改善 这个工作到现在还在持续进行中 后来有些老百姓跟他讲 你老教我们背这些数字 我们有时候也会搞错 你干脆告诉我们 他一定有什么道理 他说好吧 既然你们想知道道理 我就告诉你们 你只要把这张图像看懂了 你就完全懂得道理 我们必须要说明 复兮八卦是什么 复兮八卦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叫无字天书 欲经为什么叫做无字天书 因为复兮世当年根本还没有文字 你没有文字叫他怎么有文字 所有的字 事实上整部一经也不过四千多字 都是后来有了文字以后 慢慢慢慢加上去的 所以当时他是只有图像 没有文字叫做无字天书 没有文字 没有条条框框 不受任何极限 他可以通天下 通宇宙 复兮 他是把整个都想通了以后 才开始来画卦 所以我们对他那一画 我们非常的恭敬 把它叫做一画开天 欲经是把开天辟地 今天科学叫做大爆炸 说起 一直说到人类最后的状况会是怎么样 还没有完全把它展开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还有很长路要走 这本无字天书 是今后人类 生生世世要走 而不一定走得完的 一个宝典 福西八卦图 这部无字天书 能够历经七千年的岁月 一直流传到今天 足以证明真理永存的道理 那么在蛮荒的原始时期 福西怎么能够发现宇宙的奥秘 又是怎么画出八卦图来的呢 他用的方法是什么 福西用的三个方法 对我们中国人影响太大了 第一个叫仰视 大家现在很轻松啊 头一抬就看到天上了 你就会发现 这是人类专有的权利 动物没有权利 仰观天象 这是人类独有的 他一切都有天象 中国人很会养 但是养到后来不够高 养得不够高啊 你再打高一点就看到天象了 第二个呢 俯视 俯视自己的身体 意思就是说你照顾了别人 你也要照顾自己嘛 整部意境都是从自己身上看出来的东西 所以后来我们讲万物皆备于我 我就是个小宇宙 你看自然界有山 人的山在哪里 人的山在这里 鼻梁就是山 宇宙所有的东西 在你身上统统找得到 所以作为一个人 不简单 第三个 现代的话叫做管脚 你看我们照相 要管脚 就是不能敢看到一个地方 你看天象不能管看到一个地方 你要多看一点四方八面都要看一看 叫做看得很周到 想得很周密 一点都没有遗漏 这样才叫做周易 周易这个周子跟周朝没有关系 但是大家都说有关系 有关系是因为什么 因为刚好周文王他 门家的朝代就叫周 其实我们应该想一想 周文王是精通义理的人 他不会用他家的信来灌在一本书的上面 他不会做这种事 这是幻记的 周是很周密 很周详 而且他是周流不停的 往复寻黄 深深不息的 所以才叫周易 夫妻是他为什么去画卦 为什么 很多人说他是为了要造字 来推行文字教育 也不太对 如果 夫妻为了造字 他的成就就很低 像昌杰就好了 昌杰把字造出来以后 昌杰的名气跟夫妻那是不能比的 幸好他没有造字 我们是根据他的脚机来造字 他没有造字 因为他知道整个系统都是图像 数字 福西八卦图是由数字和图像组成的 而现代高科技的电子计算机 也是由数字组成的 由此而论 中国七千年前的福西室 可以说是电脑的鼻祖 那么古老的易经和现代科学之间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好 我们现在讲一句现代的话 大家都很接受 0101就构成浩泛无穷的网剧网络 哎呀 科学啊 现代化啊 跟国际接轨啊 我们老祖宗七千年前就讲 一阴一阳就产生宇宙万象 一模一样的 用词不一样而已 因为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些话嘛 天理现在本来就是阴阳阴阳 但是一阴阴阳不可以解释成一个阴一个阳 那是大错的错 就那么一点点小错就会产生很多牛逼 所以我们这次一定要把这些细节都把它理清 不要有任何的误解跟扭曲 以免辜负这么一个很难得的 解开宇宙密码的一部宝典 他静静地躺在那里 你不理他 他也不会理你 理你他 他不会拒绝你 可是你得到多少是你自己的事情 他帮不上忙 这才是要自然 这样才是真正的自然 已经是完全根据自然发展出来的一套系统 所以我们中国人向自然学习 以自然为老师 再加上一句话 我们现在开始要记住 一切一切好不好对与错 都用合不合自然来检验它 应该是最合适的 中国人所想的道理都是从自然开发出来的 一句话讲完了 向自然学习 以自然做老师 不要太狂妄 按照人类怎么就怎么 那是不合自然 那大家一定很关心 现在科学难道不可以吗 当然可以 科学是人类非常需要的东西 只不过西方人欠缺这种自然来引导他们的科学 就差这一点而已 就是中国人开始要用这个自然的法则来规范 现在的科学 让他走上正道 让他协助我们人民过幸福安堪的日子 这部宝典是我们的祖先辛辛苦苦把它开发出来的 但是我们没有申请智慧财产权 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 我们认为就是大家可以用的 用吧 我不说你这么会用 我觉得这才是做人的风度 这才是大度量 易经是完全根据自然发展出来的一套系统 为什么后来成了中国哲学思想的总源头 而福西用来做天气预报的符号 又为什么成了破解宇宙人生的密码 我们现代人学习易经 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易经是完全根据自然发展出来的一套系统 为什么后来成了中国哲学思想的总源头 而福西用来做天气预报的符号 又为什么成了破解宇宙人生的密码 我们现代人学习易经 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按照今天的说法 易经可以说是自然科学 但是 我们知道有了孔子以后 这一部书除了自然科学的部分 它又另外加上一个叫做人伦道德 我们已经除了自然科学以后 我们又加上人伦道德 两个东西合起来 才能够表示整体的义经 福西 他原来是用符号来告诉大家天气的变化 后来慢慢就知道 不是气象而已 他有很多跟生活之界相关的东西 都会从里面开发出来 现在人学习易经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吗 我想这个问题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学了半天都没有用 时间那么宝贵 哪来学干什么呢 我们可以讲出很多很多 但是按照易经的习惯 我们都把每次只会讲三个 所以我们就提出下面三点 请大家参考 第一点 它可以纠正我们很多 是是而非的观念 我们有太多的观念 是使我们脑筋不清楚的 可是我们自己不知道 我举个例子 像今天非常普遍 大家都认为这是对的 叫做自信 人应不应该有自信 这种话不能用有或者没有来回答 《语经》里面 自天幼自 积无不利 是包括自信在内 但是我们中国人讲到自 只讲什么 只讲自觉 只讲自反 自行 自律 我们从来没有讲过自信 现在年轻人太自我 太自信 一生都不会幸福的 因为人有可控制的部分 也有不可控制的部分 可控制的部分 是超自在我 但是不可控制的部分 是超自在天 所以中国人的信心 是对老天有信心 而不是对自己有信心 我们多拐一个弯 你可以试试看 我们相信老天 会保佑我这种人 如果老天不保佑我们这种人的话 那他保佑谁呢 只是这样而已 如果把老天去掉 人有自信 那你试试看 你就会自大 就会狂妄 就会过分的自我 然后人际关系很差 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我们可以举出很多 目前我们所谓的普世价值 其实是有待三缺的 这个一定要学完《易经》以后 才讲得通 第二个 《易经》它有神秘性 也有道德性 神秘性是因为以前科学没有发达 我们没有法用科学来解释它 所以只好用神道把它包装起来 现在我们科学发达了 我们可以把《易经》里面的神秘性 整个把它用现代化来诠释 但是它的道德性 你是没有办法取代的 所以《易经》的道德性 在二十一世纪 还会得到很大的发扬 第三个 全球性它是必然的趋势 实业挡不了 可是现在大家看到 凡是全球性的活动 一定有人很激烈的抗争 这是为什么 因为它会引起很多的余力 所以全球化以后 会把本土的文化整个消灭掉 没有一个地区的文化希望被消灭 这个时候 大家就知道 只有像《易经》这么广大包容的东西 我们四个字就解决了 我们求同 但是会存异 我们会尊重每个地区的文化 但是我们会在这当中 找出一个最大的公约数 来变成大同的基因 这个只有《易经》做得到 要了解《易经》 先从阴阳开始 这是《易经》最了不起 最难得的贡献 我们很熟悉 但是我们经常用错 所以我们下一个讲次 就要好好地介绍 什么叫阴阳 阴阳是什么 谢谢大家 《易经》中有六十四卦象 而这些看似复杂的卦象 其实只包含着两个符号 一个是阴 一个是阳 曾世强教授在上一讲中说到 福西八卦图告诉了我们 一个宇宙最基本的秘密 阴阳是构成宇宙万事万物 最基本的元素 天底下的变化 就是一个阴一个阳 那么什么是阴 什么是阳 白天是阳 晚上是阴 天是阳 地是阴 大脑子是阳 那阴呢 四个手指头就叫阴 阴阳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阴中有阳 阳中有阴 它才有生命 为什么说 中国人是阴阳合一的 又怎么能够证明 阴阳是构成宇宙万事万物的 基本元素呢 让我们继续跟随 台湾师范大学曾世强 一起来探索 《易经》的奥秘 第二集 何为阴阳